郭一漢 中國的朋友 好 郭一漢 中國的朋友 你好 我一定會選的 我都報了名字 但現在最重要都不是我選不選的問題 最重要是我們怎樣能夠在民主派裏面 能夠有一個好的協調方案 而聚焦得到立法會過半數的議席 即是我們講的35家之戰 這個我相信其實每一個政黨 每一個政治組織都要思考的東西 而其中地區直選的部分 我們有一個責任就是要做好 即是根據我們的選民所佔的比例 而我們應該是要爭取到相應的議席 因為這個我們才無負選民的一個附託 而我覺得我們在地區直選當中 是必須要透過協調而產生到的結果 譬如九龍東這樣我們應該有三席的 我們不可以再讓過往因為一些內部的選號 而結果是以至到建制派可以是 律旁相爭如人得利的現象 是重新再出現 所以我想這次其實對每一個政治的組織 每一個是參政的團體 為香港的前途而戰的朋友 其實都要明白到 今次的選舉其實不是個人的榮辱 是香港的未來一場很重要的戰役 你怎麽看之前大教授和阿羅圈 又搞民調和初選的機制 你怎麽看這件事呢 我想大教授有一個很良好的意願 我見到討論亦都朝著一個方向 就是為了令到更多有興趣有志參選的朋友 可以參與的時間 他現在正在用這個做復發 就是一個協調平台 協調平台只會產生一個排序 但這個排序不等於排他 就是大家不需要因為排序的結果 變成一早就已經決定了 哪幾隊人可以參選 哪些不可以參選 因為這樣其實是會有各種的後遺症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好的方向 就是我見到大耀廷教授的協調 就是一路的思路 慢慢大家走向一點就是 同意為35加而戰 為35加而戰的時間 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 到最尾所有在這個協調平台的朋友 大家都同意 如果到最後 在臨選前的可能是一個禮拜 宣佈了最有勝算的最強的 譬如某個區 例子加龍東的三隊 是哪三隊 那就會呼籲大家齊齊呼籲 所有選民是集中票員 投票支持那三隊 我覺得這樣的做法 其實是既能夠維護到 就是在民主選舉裡面 最重要的是民主參選的權利 而也都為了這次的選舉 是35加服務的時間 最終大家都可以摒棄各種的 可能是不愉快或者不開心 是為大目標而服務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方向 所以我希望最終大家都能夠為35加服務 而能夠協調到最有勝算的對比選民 作出選擇 從而令到這次我們在地區直選當中 能夠完成我們應該有個目標 換言之就說我們有58%的民主派支持者 在我們全香港的選民 在投票的選民 因此我們應該要獲得的議席 是大致上有最少21席 這是我們每一個團隊 大家應該共同的目標 你說是不是這種民調的時間點的選擇 以及公佈的時間都比較重要一些呢 我想兩個部分 剛才說了就是戴教授所說的 如果在開始的時間 所作的民調就只能夠做參考 我覺得合理的 因為過往很多的候選人 都可能是經過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才累積到選民對他的支持面 譬如上一屆來講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朱凱迪和羅冠聰 他開始的時間的民調都是不高的 但是到結果的時間 他是有充足的票員 是令到他當選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覺得戴教授現在決定了 說同幾個區討論之下 大家都基本上的意向都是 以一種不作篩選的協調形態 出現的協調平台 而最終所有參與者都同意 最終的棄選機制的話 似乎這一個既能夠維護到 即是在民主選舉裡面 雖然非常重要的選擇權利 但也都能夠為35家服務的一種平衡 其中會不會擔心 如果盡早暴露出來 誰會這樣受歡迎 或者誰的票數都會遭到 中國那邊的建制派這樣打擊呢 其實這一個也是很典型的一個手段 譬如你民主派很快就決定了 舉個例子 在某個區目標是六隊 六席 只有六隊參選的時候 共產黨當然可以集中的手段 去處理六隊 如果這樣做的話 其實只會令到建制派好 中共好 是有更容易的目的 有更明顯更清楚的目標去針對 所以我個人來說覺得 就是在維護我們的候選人 是民主參選的權利之餘 也都是要令到中共要灑手段的時間 是有更大的難度 當然這個也很牽涉到 大家是否能夠同心合力 因為中共的手段 另一招就是講分化 搞這個拆反 因此我相信民主派的支持者 在這次的選舉裡面 是必須要拆兩眼睛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們能夠盡早有一個協調平台 的話 而大家公佈了 給所有選民知道 最終我們是按照 可能在最後一星期的一個民調的結果 去決定投票 應該要投票的一個隊伍的話 我自己覺得這樣的做法 既能夠防止到 即是中共集中一些的資源 去無論是打壓好 或者是迫迫好 或者是威脅候選的隊伍 亦都可以是令到那個民主選舉 是更加有氣氛 更加亦都可以令到 是選民可以通過候選人的表現 去選擇去認為最好最合適的隊伍 去為35家而戰 我覺得這一個是一個 在當前整個民主運動 民主派面對這麼大的制度的壓力 和中共無所不用其極之下的手段的話 其實我們都是要想盡一切方法去確保 就是中間會出現的變數 民主派都能夠有修補那個 被破壞了的環節的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剛才所說的這種既有協調 又能夠最終同意棄選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去令到我們的對手 有點而是老鼠拉龜 埋不到手 而選民的智慧就會作出最後的決定 而這個也是我們今次區議會選舉 就是他所顯示的一個最大的智慧 試想一下就是說 你覺得中共沒有想過怎樣選贏你嗎 他現在想過怎樣選贏你 或者不輸給你 但問題就是最後都是選民 大家同心合力之下 是擊敗這個中共這個幕後黑手 所以剛才我講了 今次我們的選舉是35家服務的時間 民主黨就很簡單的部署 一 我們現在現有的立法會議員 就是說我們有五個地區直選 有兩席的超區 我們都會繼續參與我們的選戰 希望選民能夠支持 其他的我們就很視乎 第一我們在地區直選上面 就不會有額外的想法 我們只是做好自己的基本工作 那麼新增的譬如說是區一 區議會一的功能組別 我想這些其他功能組別的話 就會視乎究竟大教授的協調機制 是怎樣的一回事 從而作出一個參考之下 我們作作決定 但總的原則就是我們會服從 大教授所提出的一個協調方案 和最終的一個棄選的機制 我們覺得就是因為這次的選舉 不是為自己的政黨利益去作戰 是為整個香港社會的未來去作戰 因此我覺得每一個參選的政黨 都必須要服從於這個最大的一個政治的目標 就是要完成35加 中間就算是開始的時間 有一些大家可能是不一定接受到的處境也好 但是只要最後的結果是通過選民 可以是選擇最合乎需要的 如果是席位那六個人的時候 按照這個民調的結果去作投票的決定的話 我覺得大家就應該要服從 而民主黨是絕對一定會服從相關的結果 所指向的我們的去留 因為我們是要為35加而作戰 對民主黨派的兩大的黨派 公民黨之前都說了會服從這種民調 和協調的機制都會服從的 但是梁家傑都說了 他引用了華叔的說話 成功不必有我 成功中有我 於完足矣 大家都要有這種氣魄 這種精神 你怎麼看呢 我想剛才我重重覆覆都說這一段說話 我覺得這次的目標是很清楚的 因為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是制度之戰裏面的起步點 就是我們能不能夠在議會當中 獲得一個主導的權力 這個主導的權是有能力去迫使特區政府 必須要回應民意的聲音 所以民主黨 剛才也有說到公民黨 是必然會服從在這個條件之下 如何達至到為35家 服務的一個基礎 所以我想華叔的名言 成功不必有我 功成必有我在 其實一直都是我們民主黨好 我自己好的一個 就是座右銘 我們一定會在這個基礎上面 和所有民主黨派的朋友 依從大教授通過了協商過程之下 得出來的一個結論 而這個結論的時候 我們為了民主的大局 也必然也必須要遵從 這個我想大致上 我們期望大教授的協調方案 特別去這種沒有篩選的協調方案 是能夠出現到的時候 而大家是通過一個選舉過程 是可以推動到更多市民大眾 認識那個社會的狀態 問題的所在 然後願意出來投票 最終就令到選舉氣氛能夠 在刺激之下 甚至可以是鞠高這個投票率 創造一個 可能大家今天都未想像到的未來 但問題是說 我覺得是必須要做的事情 一個部分就是講地區直選 但另一部分就是講 功能組別的選民登記 這些其實都很依賴 整個社會不單是願意出來 投票的地區直選的選民 是要醒覺 還要在不同的功能組別裏面 大家都明白到 這個制度的暴力 其實所損害和傷害的 是全香港社會的每一個階層 這個每一個階層受害的時候 其實就算個別的功能組別的利益 可能因為政策被收買的時間 最終它都會成為受害者 所以我希望就是 每一個的選民 不管他來自地區直選 或者功能組別 都是能夠善用 和慎用他手上的一張選票 從而令到制度的改變能夠出現 令到我們的政府 必須要回應民意的聲音 大家都看到 去年區旅程 其實在政治立場是取成的 都是因為支持今次的這場運動 你預察今次的九月份立馬會選舉 是否都會看政治立場 以及在過去的反送中 以及疫情今次的抗疫當中的表現呢 我想大家都看到 當一個特區政府 他有過半數的香港市民 在民調上給他的評分是零分 警隊也是同樣的情況 給他的信任度是很低的層次 十分滿分給他兩分多 也有過半數的香港市民是比他零分的 從這個角度 一個政府管治裡面的 兩個很大的象徵意義 一 政府的本身 二 社會上面的一個很重要的 執法的公權力 行使公權力的機關 這兩者都是完全失去了市民的信任的 從這個角度 我就會見到 今次的選舉仍然都會是沿襲著這一種的氣氛 之下呢 大家會擁有投票的 只不過就是 立法會的選舉面對的 不單止是選民有沒有氣氛 有沒有要投票的問題 還牽涉到那個的是 選舉制度的問題 譬如地區直選是說比例代表制 延伸去到這個是超區的二 都是比例代表制 因此在這裡相應的三十八個議席 對不起 四十個議席 都是透過比例代表制之下產生 換言之 在這個部分 民主派能夠獲得的議席 是受制於建制派已經有的 即是選民的基數 即是work shares 我們叫做 因為這樣的話 我們要開拓的新票員 是一定要開入去這個功能組別的界別 從而令到議會在力量上面 是出現制度上面的 是重新政治力量的分配 從而令到我們可以改變大局 所以我只能這樣說 延續著反送中 延續著政府施政的不堪 延續著警暴 延續著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干預 等等的課題 都會因為特區政府 即是在基本法之下的制度設計 是令到要打開這個僵局 這個困局 是有一定的難度的 但是這個難度是必須要打開 這個難度 就算今天在制度上面 不一定能夠闖過一些限制 因為我們整個時間比較少 但我們做了功夫 就算這次立法會 是不能夠有它的效果都好 都可能在接下來的 就是選舉委員會的選舉的時間 能夠及時趕一切去做到選民的時間 去改變選委會裡面的組成 甚至就是 今次香港社會的問題 不單止是香港社會內部的問題 亦都是牽連到國際社會怎樣看香港 怎樣看中共對香港的干預 怎樣看一國兩制的落實 在香港走樣變形的問題 怎樣看特區政府在管治的過程裡面 完全沒有維護到兩制之下 香港應該有核心價值 一面倒是傾向於要聽話 要聽阿爺話 做了妹仔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其實都令到國際社會 是一路增開眼睛 他們不單止是留意著他們在香港 所作的投資的影響 亦都是因為這樣的時間 是設定了不同的法例 去看得到 如果香港出現一些制度上的進一步傾斜 倒向專權 倒向警察城市的話 國際社會的制裁 我相信是會不絕的 而這樣做的話 自必然 自必然會令到 香港再不是一個國際社會一員的時間 香港如果只是退步到成為內地其中一個城市的話 香港能夠所作的對內地的貢獻 就會更加失去了應該有的價值 從而影響了內地政府 可以和國際社會 無論是接軌、融資、認識 這些工作的崗位上面 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所以我想香港其實是牽連到 究竟香港能不能夠繼續成為一國際城市 國際社會一員 從而發揮我們在兩制之下的香港 可以為內地的進一步發展 所提供的一些支援協助的工作 區旋很多政治素人 是入了議會做區議員 其實當時大家都單紛 他們可能沒有的經驗 議會工作的經驗 但是真的 之前出現了 內地的情況 你看看灣仔起步 上次 你知道這件事 會不會擔心 會不會擔心 今次選舉都有些數人參與 會不會擔心真的有鬼混進來呢 我想我們真的沒有那麼厲害 是可以分辨到誰是人誰是鬼 也都很老實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都覺得 大教授的協調平台 應該是讓選民作最終的決定 而不是做第一決定 因為第一決定的時間 選舉本身 或者我們的初選本身 不能夠涵蓋到所有的選民 是很容易出現了一些結果的扭曲 也都會因為各種理由 是令到如果中共真的要去干預的話 它多了的手段可以用 其實我覺得是不必要的 所以反而就是大家都去出選 有一個初選的機制 而初選的過程其實是沒有排他性的 讓大家有初步的認識 慢慢再透過這個選舉的過程裏面 是去進一步去理解認識候選人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穩妥的方法 因為我真的沒有水晶球 可以一早就分辨到誰是人誰是鬼 是吧 我也覺得不需要這樣做 因為這樣做只會是製造了內部的分化 內號 而這些內號和分化 其實也是過往共產黨很擅長 在整個民主派陣營裏面 是去經營的一種手段 我們面對這個局面 面對35更大戰役的時間 我們更加應該要用盡一切方法 避免被分化、被內號這些問題 從而令到我們可以最終集中力量 去為我們的政治制度的改變 為社會制度的改變的未來而戰 現在的環境好像已經複雜了 你看看政略警員被拘捕 這麼用的罪名 加上近來眼見警察 好像是故意針對黃電 在這種新的條例之下去做事 你怎麼看這件事呢 我覺得對我來說 一個專權的政府 用了法律上的權力 以法去整人 或者所謂的以法治國 或者治城市 其實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 香港絕對不會是第一個這樣的城市 只不過過往很長的時間 我們生活是一個重視我們的法律傳統 重視我們的市民大眾人身保障的社會 從而令到很多法例 殖民地的惡法是避而不用 以前可能大家想不通 為什麼這麼多殖民地的惡法 不是隨著回歸的時間 是被剔除被刪除 現在原來大家知道為什麼了 就是這些殖民地的惡法 當時立的時候 作為一個少數的愛人政權 它來管治一個城市的時候 它很自然透過立法這個工具 就用以法去整治一個社會的手段 但是香港已經進入了現代化城市 本來應該就是回歸之後 這些古老不合時的法規應該沒有了 也不應該在法例上出現 原來你可以煽惑 對英女王不尊敬 或者煽惑市民大眾 反映女王都是違法內容的一部分 其實這很明顯反映了法例本身的 不合時宜和荒謬 更加反映了警權無限大 它將它的公權力無限延伸 而找了很多我們叫莫須有的罪名出來 包裝在一個所謂法律之下的一個內容 這一種是製造寒善效應 亦都是利用法律去報復 亦都是利用法律去扼殺社會 可以有的表達的自由 我們是一路的言論空間 但是特區政府和警隊和中央政府 一直這樣做的時間 亦都意味著在未來的選戰 35家之戰 特區政府、中央政府、建制派 甚至就是香港的親共的所有政治組織 或者其他利益者 他們都會從一個這樣的角度 就是希望能夠無所不用其極 不論是抹黑 不論是莫須有的檢控 用了公權力去處理各種的一些可能 要面對法庭的一些事情 結果你可能蘇州過後沒有聽到 因為我拘捕了你之後 你可能已經要面對一個很漫長的法律程序 在你面對這麼漫長的法律程序的時間 其實亦都是另一種的手段 去影響選民的決定 所以我自己只會這樣想 一、對於維護一個社會核心價值的 一幫人人致視 其實我們心裏面一定要有一個很充分的準備 要面對這個局面 第二 這個局面 其實對很多在內地生活的人來說 是絕對不陌生 絕對不陌生 是司空見慣 不過今天是來到香港 我只能說 我亦都很相信 很多老一代的香港人 經歷過內地的文革 經歷過內地的一些政治鬥爭的話 就很熟悉這一套的狀態 我都很相信就是說 老人家 這麼熟悉內地的一套鬥爭的哲學 我們比較年輕的這一段 經歷過香港比較自由開放 現代文明的社會的時代 年輕的這一套 他們是一個資訊爆棚的世界成長過來的 大家都會有一個共同的信念 就是我們不可以讓香港倒退 不可以讓香港呢 是回去變成一個就是 內地的其中一個城市 接受內地那種的 Big Brothers Watching You 就是那個監控是無孔不入的世界 所以我想這幾個背景的話呢 亦都會令到市民大眾 是會更加清醒地去認清 今天我們面對的 就是你想不想香港是沉淪到成為內地城市的一員 香港變成就是一個監控的城市 警察的城市 專權的社會 這些核心價值的失去的時候 亦都會令到很多人 很多的投資者 國際社會會會思考究竟還應不應該 是將它的雞蛋放在香港 這一個的籃子上面 如果大家的考慮出現了一個負面情緒的話 其實也代表著這個城市 步向衰亡的日子是不遠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會為 好好的守護香港而戰的 而我們更加希望守護的香港 是能夠維護到香港社會很珍惜的核心價值 不希望香港變成好像內地城市那樣 我們只能夠規行舉報 受到的約束就是一些我們都不一定會接受的發規 譬如說鄭麗瓶所遇到的這種所謂煽惑的罪行 是一些完全是不合時宜的發規 但是存在了在香港法體系上面 我相信很多的 這一類的法規 殖民地政府流下來的東西 有很多這一類的法規 現在你見警隊就是翻箱倒籠 去找這些法例出來 最終就希望利用這些法例去威脅 每一個為香港的人權自由民主而戰的香港人 從而令到大家有個禁聲面對白色恐怖 我覺得能夠做的就是大家都要站起來抗拒抵抵抗 我用一句說話 唯有敢於反抗 我們才能夠為自己抗命 加上 克勤 喘 成功 可以 吧 來